中南部連日豪月 導致蔬果供應量減少 大臺北果菜批發市場的菜價 就飆到了今年的新高 平均每公斤來到了四十八點七元 零售市場的高麗菜一顆 要價一百五到兩百元不等 攤商說有些民眾是買不下手 而農糧署也統計 整體的農損已經超過四億元 行人長蘇元昌就接近兩日 都到了中南部來看災 菜商消掉高麗菜最外層 發黑的葉片重新上架 受連日豪雨影響 蔬菜就算賣相不好 依然貴得嚇人 大臺北果菜市場 蔬菜批發均價一路從八月一號 每公斤三十四點八元 三號四十一元 五號四十三點二元 到十號四十八點七元 飆到今年新高 攤商反映不少客人根本 買不下手 對啊 買不下手 像是高麗菜最近一顆買下來 動則飆迫一兩百元 有水餃店擔心多賣多賠 決定乾脆少包一點 香瓜泡在水裡原本還剩十天就可以收成了 但農民現在只能申請補助 全台整體餘畜農榫已超過四億元 其中農作物佔三點二九億元 前五大受損作物是木瓜 落花生 龍鹽火龍果絲瓜 行政院長蘇貞昌接連兩日都前往中南部勘災 指示農委會簡化勘災程序 讓農民儘快領到天災現金補助 但農民反映農存補助也可能不敷成本 期待地主能直接減少租金才能降低農民負擔 記者綜合報導